主料,小鸡腿食汁,辅料,油,盐,生抽,老抽,蚝油,香菜两根,胡萝卜水,蜂蜜,生菜一颗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所有辅料除油,蜂蜜除外,全部倒入大碗中拌匀,将洗净的鸡腿,一个个换入大碗中,戴上一次性手套,给鸡腿按摩均匀。 盖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腌制一页,预热烤箱,200度上下火10分钟,接加盘上附好锡纸,烤架上刷上一层色拉油,放上鸡腿抹掉鸡腿上多余的蔬菜碎,送进烤箱中层,200度上下火10分钟,取出,翻面,刷一层蜂蜜,继续烤10分钟,烤制10分钟后,再取出,刷一层蜂蜜,烤5分钟,时间到了, 取出好好的鸡腿,放入铺好生菜的盘中,开吃吧,烹饭技巧,第一次,时间和温度都没有掌握好,有点过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